2023到了最后一个月 又是一年过去了 每到年末 有人会庆幸得到了多少 有人会遗憾失去了多少 但无论如何 失去的总是比得到的多 所以人生的底色就是无奈 而人生的过程就是习惯无奈 成长的标志就是坦然与无奈 无奈越多 对人性就越包容 不再苛求周围的人都喜欢自己 也不再强迫自己给所有人留下好印象 我就是我 虽然每个人看到的我都不尽相同 但你所见即所得 我懒得去争辩 也无意去解释 因为太累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是不是在乎我 若是我花太多力气 争取那些不在乎我的人 不仅让他们看不起 更是辜负了那些爱我的人 不值得 爱我所爱 惜爱我之人 才是人间之德 你谢谢啊 你知道那些爱我的人 那些爱人 我一样 真的